大家好 我是陳紫遷律師 在我錄這條片的時候 是適離時間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的晚上 這條片出街的時候 將會是明天 2024年7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說 既然有人無形裝修公司來無牌接職 那就欺騙一點 我會跟大家說一件事的羅倫去脈 究竟裝修有什麼陷阱 以及各位網友 可以怎樣避開這些陷阱 以及大家怎樣可以小心一點 好 我們立即開始 進入正題之前 我想跟大家網友說一聲 就是我的第二條證人影片 關於離婚的三個迷思 的一些解答 就已經上傳了 如果有興趣看的網友 就歡迎加入我的會員計劃 成為我的證人 就可以觀賞這些法律知識的影片 這些影片 我是會陸續有來的 定時我都會拍的 希望各位網友可以多多支持 好 那我們進入正題 事緣就是香港開電視 就報導說 最近竟然有人 找一間裝修公司 就說冒青拿布架 其實他就拿了那間裝修公司的資料 去模認 成為一間無牌的裝修公司 來騙其他業主 說幫人裝修 就是這樣說 這個叫余生的人士 都很聰明的 他就會問中間公司 拿了他的收業登記 消防牌照 全部的東西 已經有一套文件了 就問他拿布架單 接著用這些布架單 改頭換面 去騙其他業主 這件事絕對是很難防備的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電腦這麼先進 要將一些單 怎樣改發是很容易的 各位網友真的要小心 當然如果有網友夠不小心避騙的話 他們可能會追回真正那間裝修公司 但很可惜是追不到錢 因為真正港家中間公司是沒有收過錢的 他也沒有責任 所以網友就要小心一點 究竟怎樣可以在裝修工程中避免被騙 以及可以避免有損失 或者裝修公司是無端端做到一半工程 就走了 我會跟大家說說幾點 怎樣可以預防 第一點也是最常見的一點 就是當業主給了錢裝修公司之後 裝修公司就完全走了 或者是做了一半工程就不做 或者是做完工程 但很多東西爛尾做得不好都不做的 即是不做執樓 那大家怎樣可以避免呢 其實現在坊間都可能做的 就是要分期付款 例如3331 或者是222222 這樣的承受付款都有 通常的做法就是 你開始工程的時候 會跟裝修公司簽一份工程合約 列明他要做什麼項目 以及買什麼材料 各樣的程序 那慣例上呢 裝修公司也都會收業主 大概三成的 按金就是用來買料 然後開工之後 做到中段就可能會收第二期錢 跟著做到尾段就會收第三期錢 最後埋尾 而不收沒問題 就會收回最後一期最少的錢 就是我講的3331 但是就算大家簽了合約 各位業主也要小心 因為裝修的程序 始終都是掌握在裝修公司手上 大家一定要跟緊一點 就是看清楚 譬如說 有一定明了 做完的洗手間就付一筆錢 做完的廚房就付一筆錢 要避免這種情況 絕對是要有一個具體的指引 第二個問題 有裝修公司就是說 買物料的時候補大數 例如好像本來的門就是5000元 他就會報15000元 連單也會做完的 這件事可以怎樣跟進呢 其實裝修的業主 不要打算相信裝修公司就行 始終都要Hands on 即是說自己要看緊一點 雖然很多業主很忙 但是其實始終裝修費 都很大筆錢 還有買料也是佔了裝修費的很大部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最好就是如果可以跟裝修師傅 一起去不同的物料店鋪格格 這種情況看清楚 而且也要問清楚師傅 究竟用的磚是怎樣 譬如幾款磚這樣選擇 這樣做法就最好了 一定要清清楚楚自己跟進 因為這些是不懶得的 因為物料錢真是任他報的 為甚麼呢 因為你說人工錢 都可以說 有個準則 一工多少錢 大家都會大概知道 那未必會騙得你很多 但物料錢 可能一隻磚 一隻可能同一樣物料的磚 一個是大陸做 同一個在外國歐洲做的 可能是差很遠的 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第三點 就是會有些裝修公司 是俄稱已經持有 合資格的專業牌照來接觸的 最常見就是電工牌 和水喉牌的 這件事其實很容易查 第一 你當然業主要問個裝修公司 拿個牌照來看 還有業主也可以問機聯署 電牌 和水務處就是水牌 問他們拿回 查回究竟這間公司 是不是有這些牌照 政府部門就不會騙你 那你一查就完全知道了 那就不會被人騙了 這件事是相當容易做的 第四點 亦都很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買足保險的 裝修公司 大部份都會幫你買 但是有些可能即即博 打算減低成本就不買 大家記住 一定要買足保險 第三者保險 意外保險 勞工保險 每一個工程都要買的 因為裝修始終都是一些高危的行業 都會接觸很多利器 例如鋸、電鑽等等 工人很有機會受傷的 如果工人不幸受傷 而又沒有買保險的話 賠償就很有機會由業主承擔 雖然那個裝修公司都有份 但是通常商者 是會控告兩方面的 其實總結來說 裝修間屋是一個開心的事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新居入伙 打算自己有個安樂窩 大家千萬要小心 謹慎地玩一間有順遇的裝修公司來做 好了今天和各位網友說關於 裝修公司的一些詐騙行為 以及大家怎樣可以預防 被裝修公司詐騙的影片到這裏 如果各位網友覺得我這條影片 是講得好 掌字式講得有道理的話 希望各位可以支持我 CLS Comment、Like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除了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以外 我會星期一至五每日一片 和各位講一些社會時事 國際時事 一些軟性新聞 一些騙徒的最新行騙手法 像今天一樣 以及大家怎樣可以防止被騙 最重要是用正確的法律觀點 和各位講一下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讓大家不會誤墮發網 多謝大家 jmc